今天给大家看一块悲惨的手表 为什么说这块手表很悲惨 因为把头都断了 而且整个机芯都生锈了 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把头给拧断了的 我们看一下 里面都已经生锈了 生锈的痕迹相当明显 从这个生锈的痕迹 我可以推断你这个表 有可能盘面或者机芯 也有一定程度的生锈了 这个是你自己拧断的吧 不是啊 那这个表是谁的 我的 你应该是怎么弄断的吧 不知道 反正今年一年没有带过 去年是好的 去年是好的 对 今年一年没有带过 那我现在验一下 看一下指针盘面 有没有生锈阳化 如果这些都生锈了 那你这个表就是相当严重了 就是由水跑进去的 我拿这个放到镜一眼 果然不出我所料 指针也锈掉了 氧化了 盘面也有生锈的这种铁锈 我在镜头下给你看一下 来 上面是不是锈掉了 这根针上 8的刻度这里 看到有一个小块 秒针氧化的斑 对吧 看到吧 然后我还担心什么问题啊 就是机芯 是不是也有生锈的 你这个能拆开来吗 可以啊 我给你拆开看一下 这里有几个螺丝 123456 有六个螺丝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一字螺丝刀 给它拧开 然后看一下机芯的情况 螺丝刀 逆时针方向啊 把所有的螺丝给它拧下来 这个螺丝也是多年的老坑 你看一下 全是这个异物啊 脏物 这个表就是从来没有做过保养的 对吧 这个我父亲带过一张手机 是我买的 然后是我父亲买的 然后我父亲带过一张手机 然后再给你的对吧 对 不会没什么带过 那有可能是它带坏掉了 怪不得你也不知道情况对吧 我就说这个东西呢 反正这个机芯有掉的了 就不修了 就相当于你一辆汽车泡过水一样了 它里面有很多线路都已经报废了 就这个意思 开后盖的最后一步啊 我们还要用到这个工具 给它撬开 哎呦 开了 我们现在在镜头下面看一下 哦呦 你看一下 全都生锈了 这个就是进水了 我刚才的推断都是没有错误的 摆坨上面全是锈斑 看到吧 然后包括它的边缘都是进水痕迹 甲板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整个手表都是铁锈 铁锈一颗一颗掉在里面 这个表就完大了 搞大了 走石估计也有问题啊 但是你这个走石也没法测 关键的这个靶头啊已经断掉了 就靶头的位置 这根柱子 也是生锈了 看到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修好以后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嗯 本质就是进水了 水是怎么进的啊 把头这里先断掉以后 水蒸汽啊包括水啊跑进去的 造成这个整个手表都已经进水了 蛇西呢 正常的机芯啊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品项 啊 这是正常的 哪有什么生锈的 你这个完全是生锈了 两个放一起看好了 对吧 你对比一下吧 这个表 脖衣服带了 表最怕就是进水 敲掉 还好 能修复的 进水就是两样了 身份证带了 可以 我再登记一下 到了 到了 回去了 对吧 回去了 再这样啊 哎呀 这个万国啊 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看来从里到外啊 要大修了